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大会最后在结束的那天就跑来跟我说 哇 周老师 你真是一个最棒的学生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九天都待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动作对我来讲我也是很不习惯的 因为各位知道这个别针啊 有时候穿过衣服 难免都会留一点点小小的洞 对吗 可是我这个人呢 就是完全活出我今天要送出各位的这句话 那就是虽不满意但愿意接受 虽不习惯但愿意配合 就是成熟 我再说一次 虽不满意但愿意接受 虽不习惯但愿意配合 我相信我们只要是越成熟 我们接受的历练越多 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多不习惯 我们公司的政策 主管的做人做事 很多都跟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喜好是相违背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份成熟 愿意配合愿意接受 你会发现真正苦的是自己 你说对吗 所以呢 我常常都会运用这种细节 来检视我自己 当我在教学生 我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 比如很多人洗完手 擦手指擦一擦 习惯就是丢掉 但是呢每个人都说地球暖化 环保问题很严重 但是有多少人 你的擦手指是重复用的呢 像我的公司啊 如果你来我的办公室 进到我的化妆室就会发现 那个栏杆上挂了很多纸 因为通常我都会重复用 我总是想这个纸是我洗完了 手干净擦的 所以它不至于太脏 所以我可以重复用 然后呢 当重复用了几次 我还不会丢 我还会折一折拿回家 给我夹狗狗 有时候擦嘴巴啦擦脚啦 然后最后我还不会丢 我会再折一折 带它出去遛狗的时候 可以夹它的便便 我总是在想 全世界七十几亿的人口 每个人不要多 你只要做一件事 一天少用一张纸 你看这个威力有多大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老是用习惯在做事 我们也要做一些我们不习惯 但是是配合大局的事 你说对吗 有一次呢 我一样去当学生 那个课程是不能回家睡觉 也不能住饭店 而是坐在这个地板上 每个人晚上呢都住在那里 用同一间化妆室洗澡 然后呢铺鱼扎店 就睡在地板上 男男女女都一样 那主办单位呢 因为跟我很熟 再加上他知道 我自己已经在教学是一位老师 而且又是一个演艺人员 所以他们就请工作人员呢 跑来我身边告诉我说 四姐老师 你晚上不用睡这里 我们楼上有帮你准备房间 我就跟他说 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就跟大家一样就好了 所以我那一天晚上呢 虽然不习惯跟大家一起睡 但是我想我既然来学习了 我就要配合 这个才是真正的学到 你说对吗 所以我也是睡得很好啊 而且我看见我的生命弹性又更大了 你事业的版图如何的大小 就看看你生命的弹性是如何的大或小 所以今天的这句话 我再度的附送一遍 虽不满意但愿意接受 虽不习惯但愿意配合 就是成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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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